Hello大家好,今天豆豆给大伙带来一部怎么死也死不了的电影 出自于《世界奇妙物语》系列中的《地狱人满了》 这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世界的一个强大的邦会 由一个名叫金川的老爷子掌管 老爷子也是横行霸道得罪了不少东家 这天带着自己的手下来到医院做检查 得知自己得了癌症 生活强势的他有点不心肝 和医生大吵几句缓缓地走出了医务室 这时一个身穿花褂的男子持刀走了过来 对着老爷子就是一顿说出 老爷子慢慢地躺在了地上 当手下急忙赶过来时为时已晚 伤心地抱着老爷子 可是老爷子神奇般地睁开了眼睛 慢慢地坐了起来 而外界媒体也在报道 地狱满园了所以想死也死不了 老爷子为了庆祝自己的重生 特地开了派对庆祝 派对过后老爷子又被不清明的仇家当街射杀 可老爷子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 同样并无大碍 真是太奇妙了 居然死不了 而且帮他挡子弹的跟随者 却不能像他一样生龙活虎 不幸的离开了人士 老爷子看到最中心的手下 离他而去感到不解 伤心地流着眼泪 当了一辈子好人就这么离开了 也许是天堂 老爷子愤怒地丢起了死者的衣服 交出来了一只白色的羽毛 此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片慌乱 大伙都知道自己不会死 所以到处为所欲为 老爷子看着满世界的土匪 找不到归属感和生活的意义 走着看到了一个白女孩 正在向大家推广做好人好事 一场天使白语捐款活动 捐款的人会送给他一只白色羽毛 老爷子看着眼里 闭上自己的捐款 女孩送给了他一只羽毛 看着白色的羽毛 老爷子想到了自己的随从 第二天老爷子看到了女孩 还在做募捐活动 并前去和女孩一起做起了善事 老爷子好像从来没这么开心过 看着人们这么践踏生命 自己总算心里踏实 有了归手感和生活的乐观 这天女孩和老爷子升红时 遇到了一个四眼仔 想抢募捐箱 老爷子奋力反抗可是不幸的中了致命的一刀 这一次似乎真的离开了人世 就当一伙人帮他举办葬礼时 老爷子又奇迹般的复活了 这次也许天堂又满人了 做好事的人多了 社会也太平了 其实这个故事简单的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每个人都希望天堂和地狱满人 但是又有谁有这个魔法能改变这个世道呢 我们只能遵循着这个生态平衡的定律 只有自己珍惜自己才能够享受无穷的乐趣 只有好好的活生活才有意义 请珍惜生命 生命只有一字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